今天要推出汗的星空企劃囉 總共有三項 包含了舞手全新單曲 拍攝了非常非常的密集 包含大家非常期待的內幕呢 喔 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 比基尼 是一件比基尼 是比基尼 是紅色的比基尼 看一下身形對望 有有有 有有有 所以之後都會走這個路線嗎 看大家反應如何吧 大家可以接受到哪 比如說 露美貝 就全裸 喔 全裸 全裸 全裸可能 全裸幹嘛 對 全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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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貝可以 貝可以 我覺得貝可以 肉貝的話有需要跟誰報貝嗎 你說除了公司以外 家人啊 或者是 喔 我家人現在很像加拿大 所以管不了 這個對象是 他的哪一點吸引你啊 或者是 呃 他有哪一點吸引 就是很 脾氣很好 很溫和 我覺得就是做這一行 很容易焦慮 很容易就是 artist 很容易就是 起起步 然後他就是很 calm 就覺得好像 感覺不錯 對 認識大概多久嗎 認識多久 嗯 幾個月 幾個月 對啊 所以還 都很 就是還在觀察這裡 為什麼要這樣 台外去求醫 對不對呢 因為我在台灣真的試鏡各式方向 我去西醫 也去中醫 我還去那種民俗聊吧 比如說針灸 那種什麼拍打 就是各式各樣我都試過一輪 然後就覺得 沒有變好 反正有時候變更嚴重 然後就蠻絕望 就覺得 好像就是 找不到方式 所以才想說去日本看看 因為就看到蠻多人都有好起來 包括他地牌也好起來 然後他自己就跟我講說真的有效 然後我就試試看 那嚴重到什麼程度 最嚴重我就是會 整個手或整個腳 會一包一包的 就是抓破然後發炎 然後他就會開始化膿 對 其實沒有那麼好有時候會變瘋 日本的時候他要 就是包藥 變成木乃伊 然後睡覺 所以有一陣子我剛從那邊回來的時候 每天睡覺就是 就擦厚了 而且他很醜 所以我要確保隔天不會出雷 因為不然身上上到那個 然後就把自己包成這樣 就是 找名醫求醫 大概花費很多少錢 其實蠻貴的 那個也是下定決心 這樣一趟兩個月可能20萬 對 而且因為他又有藥 我覺得後面 後面我就比較沒有在拿藥 但那個藥其實加起來 要吃的 有吃的也有擦的 其實加起來很可觀 因為它是什麼特別的石頭 那是我們 我都沒看到 我都沒看到 有很多 grac dividends 我都沒有很可觀 我們就好